大家好,我是金军 今天介绍男子住进全世界最自由监狱的电影《抓住外国老》 故事开始,一伙美国的警察正在公路上追捕两名戴面具的罪犯 司机就是本篇的男主了 两人抢了不少的钱,但男主的同伴却中了一枪,奄奄一息 过程中,男主一个变相就冲出公路,来到了美墨边境 随后又加速撞来了围墙,坠毁在了墨西哥境内 五名墨西哥警察也很快就赶了过来 他们本不想搭理这事的,把男主交给美国警察,闪人就完了 但当看到大量现金后,墨西哥警察却变了脸 他们立刻以男主闯入墨西哥边境为理由,要扣押男主 很显然,他们要侵吞男主的钱 美国警察虽然很愤怒,但也只能眼睁睁看着男主被带往了墨西哥 在半路上,男主的同伴就死了 而这些墨西哥警察在贪污了男主的钱后 就随便找了个理由,将男主送进了监狱 在军压室内,男主与很多墨西哥囚犯混在了一起 这里人满为患,五六个人挤在一张床上 有些人还带着枪 期间,几名囚犯想抢走男主的鞋子 男主没同意,双方打了起来 但对方人多势众,男主被暴打了一顿 接着,监狱长一顿训话后 就将男主等囚犯送进了监狱的生活区 男主一进去就懵了 与其说这里是监狱,还不如说是菜市场 因为这里不仅男女混杂,街头美甲,纹身等小造访随处可见 也就是说,除了离开监狱 在这里你什么都能干 男主呢,倒是很能适应这种环境 他立刻打晕了一枚小混混 并抢走了他的钱以及手表 还将小混用的枪放到了厕所的天花板 由于院子里睡满了人 男主只能在墙角凑合了一夜 到了隔天,男主被分配了分捡垃圾的工作 然而过程中,几名囚犯却冲过来将男主摁倒在地 并让一名护士抽走了男主的血 什么情况之事 这之后,男主决心改变自己的处境 由于这里用钱就能买到一切 所以男主花了几毛钱请了一天的假 他看上了路边的毒贩作坊 在那里付费就能注射海洛因 生意很兴隆,挣的钱自然也不少 男主则偷偷点燃了旁边的快餐车 并趁着毒贩离开潜入作坊 拿走了他们所有钱 紧接着,男主用这些钱买了包烟 但离开时,一名小男孩却过来要烟 男主不肯给,小男孩就威胁要告发男主 原来他看到了一切,男主只能从了他 这小男孩父母都是毒贩 所以他从小就住在监狱 跟这里的很多小孩一样 由于有了钱 这天晚上,男主就租住了一间客房 虽然条件简陋漏 但至少不用睡大街了 而在监狱的另一边则正在开派对 原来这所监狱还有上流社会区 在那里,高级别的囚犯以及狱警 混在一起整天吃喝玩乐 小男孩的母亲 同时是本篇的女主也在里面工作 男主盯着他看了一会儿 结果被女主暴打一拳 二人就这么结实了 而这段时间,男主与小男孩成为了朋友 从他的口中,男主了解到 这所监狱并不是被狱警统治 真正的统治者也是囚犯 名叫哈维 这家伙有一栋别墅 不仅能打电话 还能随时外出 只要安时回来就行 而在哈维的身边 只有两名亲信 胖一点的是他的哥哥卡拉 瘦瘦的,则是他的表弟卡纳尔 是个废物 而男主则发现哈维经常保护小男孩 他感觉不对劲 在逼问下 小男孩才说出了一切 原来这个哈维需要移植肝脏 但他的血型很稀有 每50万人中才有一个 这也是男主一来就被抽血的原因 凑巧的是 小男孩父子跟哈维的血型匹配 所以哈维就杀死了小男孩的父亲 并挖走了父亲的肝 过一段时间 哈维还需要小男孩的肝 所以他才派手下保护小男孩 而男主得知后 则决定帮助小男孩杀掉哈维 他认为杀人前一定要先计划好 确保一击之命 两人成为了搭档 而由于男主经常帮助小男孩 也让女主渐渐喜欢上了男主 他们变成了一家人 这天 偷走男主钱的贪污警察 找上门来 他们遇到了麻烦 因为其中两名警察被人给折磨死了 剩下的警察害怕了 就想问出男主这笔钱的来源 然而男主却根本不说 到了隔天 男主与小男孩干了一票 小男孩引开卡纳尔的手下 而男主则趁机偷了卡纳尔的钱 两人将偷来的钱对半分 然而卡拉却对表弟卡纳尔弄丢钱的事情很不高兴 并威胁如果不找回钱就干掉他 卡纳尔很快就想起了线索 他冲进女主的家中 一边殴打小男孩 一边派手下抓捕男主 而男主也发现了不对劲 他赶紧跑到厕所 并用藏起来的枪干掉了卡纳尔的手下 而在女主这边 卡拉也赶了过来 他直接打倒了表弟卡纳尔 但紧接着卡纳尔却用平底锅还击 危机时刻 还是男主冲过来解决了卡纳尔 哈维得知后非常的愤怒 虽然男主杀了自己的表弟 但他却是在保护小男孩和肝脏 哈维觉得男主这人不简单 所以并没有立刻杀他 而是让哥哥卡拉先调查下 又过去了一段时间 由于贪污警察总是找男主的麻烦 男主就将贪污警察偷走自己钱的事情 告诉了卡拉 而巧合的是 那两名警察都是哈维的手下 他们偷钱的事 肯定没跟哈维说 卡拉得知后 立刻派手下去找贪污警察 而另一边 两名美国黑帮分子 却先一步找到了贪污警察 此时的我们才知道 原来男主先前偷的是美国某个黑帮的钱 然而黑帮分子检查一番后 却发现账目不对 因为他们明明丢了400万美金 贪污警察这边只有200万 老大很愤怒 让手下狠狠地教训这两人 并逼问剩下200万的下落 但这两人根本就不知道 老大被惹急了 就让手下杀掉他们 然而更杀了一人 哈维的手下也赶了过来 他们直接干掉了黑帮分子 由于还没死的警察 向美国老大捅出了哈维的名字 所以这家伙也被干掉了 哈维的手下则带着钱离开 美国老大非常的愤怒 立刻派出了三名杀手 来到监狱 跟哈维的手下火拼了起来 过程中男主也加入了战斗 并干掉了两人 最后一人扔出了手榴弹 结果男主接住后 又给扔了回去 直接炸死了这个家伙 随后哈维将男主带了过来 两人达成了交易 男主的条件是 只要放自己出去 就帮哈维杀掉美国那边的老大 哈维表面上同意了 但背地里却派出了杀手 跟在后面 只要男主一得手 就杀掉他 然而男主很快也发现了 被跟踪的事情 他借着超市买东西的机会 在杀手车的烟囱上 塞了一个汉堡 杀手很快就因吃坏 停在了路边 男主则从远处用狙击枪干掉了这两个家伙 而在监狱这边 监狱长则给哈维带来了坏消息 原来由于那天的枪战 政府要关闭这所监狱 哈维感觉大事不妙 因为到时候 小男孩一定会离开 为了不弄丢肝脏 哈维立刻计划起了手术 女主看到监狱来了一声 也明白了一切 并赶紧将小男孩藏了起来 随后 哈维带走了女主 并言行逼供起了小男孩的下落 但女主根本不说 就在此时 小男孩却自己跑了过来 他气愤极了 为了跟哈维同归一尽 小男孩竟然自残了起来 幸亏在医生的抢救下 这小家伙捡回了一条命 而另一面的男主则成功将美国老大约了出来 他二话不说 就扔出手榴弹 炸死了这个家伙 而与此同时 警察也围堵了监狱 原来政府今晚就要行动 哈维感觉大事不妙 立刻要进行手术 医生则将哈维与小男孩都推上了手术台 并切开了两人的肚子 哈维的肝脏先被取了出来 而在外面 警察与囚犯则展开了混战 男主也趁机混了进来 在放倒了几名手下后 男主来到了手术室 便要医生将小男孩的肝脏装回去 就在此时 卡拉也赶了过来 男主拿枪指着哈维的头 并让他将女主带过来 卡拉没有办法 只能同意了 然而他刚走 男主就杀掉了哈维 等卡拉押着女主过来时 男主又穿东护士干掉了卡拉 因为监狱的护士也受够了这些人 在给小男孩重装肝脏后 几人伪装成了护士 临走时 男主还顺走了哈维抢来的钱 几人坐上救护车 离开了监狱 随后 男主带着女主二人 找到了自己报废的车子 原来男主将剩下的200万 藏到了车头上 三人拿到钱后 在海边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前面结束 本篇上映于2012年 是一部低成本的犯罪片 故事很紧凑 墨西哥监狱是一大看点 喜欢监狱题材的朋友可以搜来看看 最后呢 喜欢听兄弟兄故事的 也别忘了想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